欢迎回来 今天的韩阿奶贾吉比要带您到新竹 因为当地有一家知名的包子店 是许多大学生的共同回忆 主要就是因为它专卖宵夜场 很多学生念完书或是夜唱完 都会来这吃东西 尤其是学长会带着学弟 一届一届传下去 成了一种传承的精神 而且最受欢迎的吃法 就是在内线要加一匙老板特调 豆豉辣椒 打开蒸笼热腾的包子出炉 一颗一颗夹进盘子里 但别忘了最重要的步骤 好厉害 陈一大吃店家自己炒的豆豉辣椒 这可是美味精髓 老他吃的就是把包子剥开 将辣椒塞进包子里 跟葱肉内馅完美结合 一口吃下咸香带辣相当故隐 这一味就是新竹学子的共同回忆 主要有种怀念的情感在 可以就是吃了一个包子 我们可以怀念以前学长带着我们 一起去那边 主要是吃包子 然后一群人聚在那边的情感 当作是一个另类的聊天的场所 然后吃的包子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面点 饮料 我们就在那边聊天 可以就是完全把学校的 那个功课压力放送这样子 肖贵是在新竹读书的在地人 对他来说这家半夜才会开的包子店 代表着学生时期的快乐时光 就是有几个学长跟几个 就是直属系的学长学弟 然后我们几个在办 就是轮流吃 然后呢一盘一盘接着来 看谁吃了比较多颗 听说最高的有吃到35颗 他们的营业时间很适合大学生 因为他们开在半夜 新竹可以开到这么晚的宵夜场很少 加上他们包子味道不错 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学长一路这样传承下来 我们就一定都会都去那边 一群大学生在学长学弟传承下 尝到这里聚餐吃宵夜 好吃又好笑的回忆 让小龟每次咬下包子 就会想起学生时期的热血与纯真 就算店家不断搬家也一路跟随 还蛮多时钟的客人都会跟着我们说 我终于还是跟到你们这个味道了 这才是我记忆中的好味道 其实每每听到这一句话 是我们最感动的地方 就是也是我们一直维持品质的动力 包子面皮Q弹有嚼劲 包进的不只是满满馅料 还有客人最怀念的清纯记忆 上次新闻招会议蔡永恩新竹采访报道 而如果您有属于自己的行阿代好味道 欢迎您可以把记忆中的美食故事 email给我们 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见面剧场 我们下期再见